生活在全城的阴影下 北周明帝宇文玉皇后独孤氏 独孤氏出身名门 是西伟全城独孤姓之女 十几岁便长成一个美少女 求 婚者纷纷上门 父亲为她选了宇文泰的儿子宇文玉 长安宇文泰的府中 在一片庆贺声中 宇文玉和独孤氏结成了夫妻 婚后生活很幸福 独孤氏对自己的婚姻感到十分满意 丈夫家世显贵 他们用不着为物质生活担忧 在精神和情感方面 虽说宇文玉称不上英俊男子 可他浑身充满了阳刚之气 而且有一副火热的情肠 对他百般体贴 但生逢乱世 这种生活并不能长久 西伟公帝四年557正月 宇文氏夺得天下 建立了北周 孝敏帝宇文爵 就是宇文玉同父一母的弟弟 宇文玉以皇兄的身份 被封为齐州刺史 他在贤内驻独孤氏的支持下 取得突出政绩 深受当地居民的爱戴 这时北周宫廷内部 为争夺权力发生流血事件 先是孝敏帝同心赴赵贵和独孤信 企图除掉宇文户 不料被宇文户发掘 宇文户抢先杀掉赵贵 又逼独孤信自杀 废掉孝敏帝 父亲死了 可丈夫的机会来了 公元559年 宇文玉称皇帝 史称周明帝 在宇文玉当了四个月皇帝之后 独孤氏被证实立为皇后 地位的变动 并没有给独孤皇后 带来更多的乐趣 相反却加重了他的心事 他深切怀念已故的父亲 每当他遇到仇人宇文户的时候 总恨不得要杀了他 怎奈宇文户大权在握 自己又是一个女子 又能置他于何地 如此 独孤皇后机遇成疾 卧床不起 虽今御医整治无效 才当了两个月的皇后 就告别了人间 年仅二十余岁